红烧狮子头 首先将材料仔细洗净后沥干水分 将洗净的大白菜对切后切成大片状 红萝卜去皮对切后切成片 黑木耳切成小块状备用 取一个耐热且有深度的碗 碗中依需放入大白菜 咸笋片 红萝卜片 以及切成小块状的黑木耳 接着加入红烧酱的材料 番茄酱30公克 酱油20公克 蚝油20公克 细砂糖5公克 以及清水500cc 略微将食材与调味料拌匀后备用 另取一个碗 碗中加入绞肉 以及切成丁的香菇 洋葱 红萝卜 再逸去加入调味料 细砂糖 蚝油 以及小许的香油 菜料仔细地拌匀后 平均分成8等分 将绞肉放至手中 反复摔打出粘性 并塑形成圆球状 将成型好的肉丸 排列放于双面烤盘上 接着将双面烤盘放于微波炉上层 装有其他食材的碗 放入微波炉的中央 盖上盖子后 选择菜单 由编号选项24-7 热丸子与糖柱酱形成 决定后选择四人份 并按下开始键 待形成结束后 小心地取出狮子头 以及蔬菜 将烫熟的青椒菜 排入盘子中 再将蔬菜平铺放入鱼盘子中 放上狮子头后 淋上酱汁 最后摆上香菜 就完成了这道 红烧狮子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